在被土耳其女排淘汰后 李盈盈接受了采访 说自己不一定坚持到洛杉矶奥运 这句话也是引起大家的关注 大家都以为她要退出国家了 之后李盈盈参加冠军来了节目 解释了想要退出国家队的原因 她说因为每天早上起床身体都很痛 训练的时候有一些动作想完成 但完成不了 对于巴黎奥运这个结果 自己现在也能接受了 竞技体育有输有赢 说到每天也都在咬牙坚持 没有放弃目标和梦想 对于自己的伤病 她表示要休息一段时间 缓冲一下 她真的太累了 不得不说李盈盈这三年来 真的是扛着女排在前进 她全年无休 所有比赛都参加 VRL领先十分都不换人 而且她膝盖本来就有伤 而且伤得还挺重的 目前李盈盈已经透支了 未来的体能了 伤病估计很多了 为了这次奥运拼尽全力了 所以感觉坚持不了四年了 本来李盈盈现在就一身伤 到了洛杉矶奥运 她的岁数也上来了 如果接着打国家队死用 很容易出大伤 然后状态光速下滑 还不如多打几年地方队 而且现在去了国家队 也难出成绩 所以还是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多休息休息一段时间吧 不要把身体搞坏了 只有走得稳 才能走得远 希望省着点用李盈盈吧 让我们能多看两年她打球 上一个周期 李盈盈作为替补参加奥运会 想助姐姐们一臂之力 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 但却失望而归 这个周期 李盈盈到了当打之年 技术也到了巅峰 她自己有足够的力量 率领队友创造佳绩 怎奈奖牌又失之交臂 但这周期 李盈盈也有收获 毕竟有了VNL最佳加身 证明她已步入世界顶级主攻行列 奥运四场比赛 也证明了她的实力 对阵美国决胜局 十扣八重 十五分 独得九分 这是李盈盈新的代表作 要知道你已经成了女排 新的领军人物 下个周期就是你的周期 希望新教练让她多休息 李盈盈也再坚持一下 不忘前路 但行远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